你好,中美震霸,喂,大家好 这部片播出是3月9日的,喂,大家好 我们星期六日就讲中国、台湾、美国这些关系来说 我认为这个两会后,大陆就应该不会急转台湾 但美国就是不断地挑人逼你打 当然我不排除一个可能性就是,最后挑人得太离谱了 迫着要打,如果台湾真的宣布独立,唯有就立刻要打 美国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极差,但大陆应该会忍到 不会在这个3月打仗 但忍呢,只是忍一段时间,我不会说还忍几年 我认为就是,因为美国快要爆煲 美国快要爆煲这件事,真是值得和大家讨论的 待会和大家说一下,喂,为什么快要爆煲呢? 发生着什么事呢? 待会说,那除了美国快要爆煲这件事要说之外 法国也快要爆煲 法国快要爆煲呢,就是它的影响力爆煲了 法国国内呢,有罢工 人民是不知道这个国家呢,将会走进去呢,是越来越差的 因为呢,法国呢,和非洲的关系呢,影响力呢,急线下降 因为呢,法国呢,在非洲呢,做了很多剥削啊,抢掠的东西 但现在,而非洲的人民呢,现在呢,全部呢,一起呢,都很厉害法国 就驱逐法国的势力出去 这件事呢,都算是一个时代的巨大的改变 待会再说的了,哈 好,那我们先入正题以后呢,都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收必记的频道,分享呢,留言呢,赞好呢,和按铃铃的 请你们呢,会一天的十二点钟,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看看有什么影片出 哈 首先呢,先说一些纳杂事先啦 希腊呢,都是罢工 罢工的原因呢 就是铁路出事 有五万个希腊人呢,走去雅典里呢 躲在那里吵,就说希腊呢 事实上,那些铁路呢,事实上太下落后了 那些铁路呢,那样 其实我告诉你啦 当那些黄尸说大陆什么都不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呢 大陆的基建啊,或者尤其是铁路系统呢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就是你会见到,哇,就是 你说见到美国啦,希腊啦,这些 他们的铁路系统是第三世界的水准来的 就是你说,哇,就是落后到这样的样子 那这些火车已经是一些呢 很残疚啊,没有投资啊,很失败啊 我觉得那些叫失败国家来的 那希腊也接近是这样的啦 就是,你说好像是一个西方一个呢 文明的渊源,就是希腊啦 希腊就当然就影响罗马 那所以,他们西方人的话 他们的始祖就是希腊罗马 但是其实西方人主要的始祖呢 是日耳曼人,German 日耳曼人呢,其实主要都是万族来的 哈,2000年前 那但是他们有吸收希腊罗马文化啊 但是希腊和罗马呢 其实都挺落后的 如果你走去意大利呢 你觉得那个社会环境呢 比香港落后得多,比大陆也落后得多 我不说希腊那么多了 他罢工就是他的事了 因为他落后了 那些人民都顶不住 但是你说说回美国 其实如果我说美国呢 就是这样而已 你滚下去,美式豪蟹馆那样 看到那些火车压压压压 那你都已经笑死啦 是不是呀? 又火车出事压压压压压 这个就叫做超级大国的火车啦 然后呢 纽约呢 就有一帮贼涌入到中餐馆那里 就在那里破坏 可能呢 就是呢 就是 民主共和两党呢 做太多针对中国的东西 令到呢 美国人民认为呢 走进去那些中餐馆呢 做破坏和打劫呢 就不是犯罪的 所以整群人呢 整群人呢 整群手足进去呢 破坏了一轮呢 那为什么呢 那是华人而已 但是可能已经是第三、四代 在美国居住了 完全都不懂中文那样 但是进去就被人破坏了 那另一件事呢 真的很好笑的 因为早一轮呢 有个记者啦 那就不说那么复杂了 那个记者就爆了 就是美国 是 亲自 安装炸弹 炸毁了北溪而好 而是挪威呢 负责呢 引爆的 啊 即是六月埋了炸弹 九月引爆啦 我猜就是这样啦 最近竟然呢 美国出了一个新消息 就是说 他美国的不知道 那些情报组织 还是什么官员啦 就说 其实是 是乌克兰做的 哈哈 但是我就想 乌克兰 有能力 走进去 啊 瑞典 和丹麦之间 去到这些 军事那么敏感的地方里面 安装炸弹吗 是不是 即是乌克兰这个国家呢 其实 他的地头在黑海 不是在波罗的海 但是什么都好啦 那你美国 无耻到这样 我都没办法的 即是我们就说回美国啦 即是美国无耻就一定了 那我说他就来爆煲 那我就给你看一个图啦 不复杂的 那就是这个呢 就是杜瓊斯指数的图啦 那这里呢 大约就是 一年的时间啊 杜瓊斯指数最低位呢 其实过去一年最低呢 在9月25日是最低位的 当时最低呢 跌穿29,000点 但是现在呢 去到33,000 34,000之间呢 在那里吞 那你说啦 9月发生些什么事 9月就发生了 北溪2号被炸毁啦 9月底呢 就美国加息啦 9月底另外发生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呢 就是俄罗斯宣布呢 是征召呢 部分动员了30万人加入军队 那其实这些全部都不是一些好的东西来的 在9月25日发生的时候 为什麽 会反弹呢 杜瓊斯指数 即是说 如果你说 俄罗斯认输 那你说道指声就很合理啊 是不是啊 但是俄罗斯不是认输 反而就是加大注码 而劳布是没有崩溃的 原本的目标就是 美国要逼死劳布 逼他变成废子嘛 本来劳布 那可能是 打仗前七八十元 一美金兑七八十元 那现在呢 是七十多 那都是高于打仗前的 曾经最高呢 五十多元 但是现在是七十多 但是什麽都好 路布是没有崩溃的 那美国的战略目的就是做不到 那为什麽 那些人 买美股推高它呢 跌穿二万九之后 反过来炒上三万四 三万三 跟着美股就好像 不断在三万四三万三之间牛皮 那就是我们有做财经节目 那就是我们有做财经节目 那其实只是说 这一样东西 就是做马了 那西方里面有一些 做妆的人 他们自己引出血本 就去做妆 那市场在九月二五日之前 是自然运作 就一步低于一步 反弹完再跌过 那样 因为其实 美国 是陷入了在俄乎战争那里 好像出不回来 当然啦 在九月尾的时候 你听到 烏克兰呢 有一些的反攻的胜利 比如说 逼到俄罗斯 退出赫尔虫啊 又或者在哈尔科夫的城外 得到 拿到红利曼的一些 重要城市啊 那样 干复了很多的领土 所谓 很多的领土 都是 大约香港大一点的领土 就是 这个不足以 由 道指由二万港 要升回三万四的 那是四五千点的升幅 最高是三万四 三万四就跌下来 变回三万三 但是就 整天三万四 三万三 三万四 三万三 三万三 拖了很久 我说回事实了 就是说 其实 现在的世界呢 有很多人 就觉得你美国佬不停加息 为了美国佬在这儿打仗呢 觉得你美股呢 应该就 跌下去 无底深渊 由二万九 继续跌 跌到一万点就差不多了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力量 放了去美股那里 不让它跌 接着呢 升到三万三 三万四之间呢 可股力量就 瓶着它 就不升不跌 这样 就是说 有一只呢 他们的庄家的手 我认为是庄家啦 所以 你说神秘学点 就是 共济会光明会咯 这些本来造庄的 就是 有去跌 有去升 总之 我快过你之跌 和快过你之升 那我就 我就可以在当中里面 赚钱咯 但是现在不是啦 庄家直接 落血本 抵着美股 不让它跌 那怎样啊 市场就觉得 你美国佬 不应该这么高 所以那些的人 想沽美股的时候 看到沽不到 他们拒绝 去再卖上去 那你庄家推上去 但是你美国整个国家 应该 股市应该 要继续升吗 所以 其实现在呢 就变成了 庄家自己 推到造假 推到33000 34000之后 这个世界 没有其他国家 肯定再卖美股 你看到 美股 33000 34000 很厉害 但是又不是创新高 创新高 是35000 36000 升不到上去 接着呢 反过来 美债 曾经十年期 升穿 4厘 接着呢 两年期的美国国债 升穿5厘 短期债 短期债 两年的呢 可以高于10年债 整厘式 即是两年期债 就5厘 一年期债 都是5厘 但是10年期债 是4厘 即是你 为什么会这样呢 即是代表着 没有人买美债 全世界都不买 大陆不买 沙特阿拉伯不买 接着呢 人人都不买 可能逼到日本仔 英国佬 欧洲佬 可能有些 勉勉强强强来买 一些 做一下样子 那些人不买美债 不买美股 但是美股呢 就在做个假的样子 浪着在高位上 即是我这样认为 但是呢 大陆呢 就用人民币 就买了很多石油 所以现在的油价不关大陆的 因为大陆呢 跟俄罗斯买的很便宜 那很多国家呢 跟俄罗斯竞争 不想失去中国市场呢 卖给大陆的都相对便宜些 但是卖给西方呢 全部七八十元 跟着呢 美国加那么多知识呢 竟然那通胀不倒 现在问题就是 美国佬 开始凶人 就说 哎 我们呢 要继续 继续加息 嚇到呢 我们港股呢 就倒了 不好意思啊 这里大公报的报导啦 联储局 就装空作势 就说呢 因为要控制通质 不要高过两厘呢 要加息 甚至加快息 那你 原本是半厘 把加息的幅度跌到0.25厘 你是不是重新开始再加半厘呢 其实我觉得 鲍威尔是不敢这么做的 他只是出口術 试探一下 因为他不敢这样说呢 他是骗不到有些人 以为 哇 美国佬再加息 美元那么强势 就应该买美金啦 这样 美国佬始终都是 行行骗啊 就是好像呢 就是那个人呢 特朗普那个 那个 那个 蓬佩奥 那个国务卿说 他说 美国人 是 专职是偷涉 和说大话 和欺骗 其实联储局 现在的声明说 要继续加息 就是一种欺骗 想骗些资金进去美国 但是呢 没有资金采去 他就唯有想引爆台海战争 其实美国去到一个比较危急的地步 现在是三月 如果未来几个月 没有新的战争引爆的话呢 美国就可能会爆爆 就是我们看到五六月左右 如果大陆忍住 除非真是夸张到 蔡英文宣布台独 迫着打就击了美国佬 如果不是 美国佬自己可能也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要么就这么粗 找一些东西去打 你大陆不打呢 那就这么粗 在中东打咯 因为现在呢 就是 伊朗呢 他的核切丝呢 其实做到的浓度去到84% 那后来呢 伊朗不想引爆战争 就主动就和国际原子能协会呢 就重新加装一些监察镜头 跟着呢 就逐步希望就 现在在谈判中 但是以色列呢 其实就想动手呢 打和伊朗开战 想炸毁他的核切丝 因为伊朗里面呢 有太多汉奸 太多他们的奸细了 但是以色列呢 开战前呢 其实呢 就不断呢 就在这个巴勒斯坦呢 就屠杀巴勒斯坦人 是想逼美国呢 下水的 如果你美国 不想 以色列引爆中东的乱局 因为 你美国是想亚洲打仗 不是想中东打仗 所以 以色列就说 我现在杀这么多巴勒斯坦人 那你最后 迫到那些中东国家 不妥的话 你按得住 你不想我按得住的 你想我停手 不要再杀巴勒斯坦人 你支持我打 伊朗啦 其实呢 现在呢 中东的战争呢 是有炎弱的 那这些我先说这么多 那不如我要转话题 说法国的 那法国呢 其实这个国家呢 叫做抵死的 他去非洲呢 去四个国家的访问 那去四个国家的时候呢 那四个国家呢 譬如说 举例啦 去安哥拉啦 去江国民主共和国啦 这个的 呃 这个的 江国 共和国啦 和加逢 这四个国家的 谁知道呢 去到呢 呃 江国民主共和国啦 即是 旧称叫做呢 这个的 这个的 扎伊尔 在那里呢 就和呢 当地的总统呢 就 吵架 那两个人呢 就合照啦 合照员呢 就变了吵架 这个呢 这个扎伊尔的总统呢 就是说江国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呢 就是说江国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呢 就在金沙沙的首都里呢 手指指着马克龙来骂 这件事情呢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的 那就是发生着什么事呢 原来呢 马克龙呢 走到去呢 人家呢 是江国呢 就是江国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呢 就踩他 就说你们国家无能 控制不了你们在东面的分离势力 跟着呢 对方呢 就立刻骂 发烂就骂了 这个图呢 就拍到他东面了 变了红色的 红色的原因呢 就有一些内乱在这里 原来内乱的原因呢 就是在 九十年代 九四年就曾经 发生过奴旺达的大屠杀啦 原来呢 当年九十年代呢 法国呢 是有提供武器给胡逃族 即是在 在这个 奴旺达 当地的 那帮痴线佬 那帮痴线佬呢 得到了 法国人的武器之后呢 就大量屠杀呢 那个叫 胡适族的人 那什么都好 胡逃族 胡适族 其实差不多 但是就是 差一点 就大家在这儿大残杀 杀完之后呢 即是 里面有些人就逃亡 走了去扎伊尔呢 开始就变成了一些 的分离势力了 那就 他们因为在 即是你明明了 做完屠杀 屠杀完那些人呢 他 之后呢 就兵败如山倒 所以那些屠杀过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呢 本来是 政府军呢 瓦解了政府 就这样 全部变成叛军 走去习伊尔 变成 一些 地方伴练势力 在习伊尔搞事 那样 习伊尔就说 喂 喂 我的国家这么乱啊 是你们法国佬 在九十年代 在屠岸达搞屠杀 才惹到那个乱局 惹到我那里而已 你骂我无能 其实你法国佬最大责任 那些故事 可能你大约听到是这些就算了 那些很复杂的历史不说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法国佬呢 在非洲呢 在非洲呢 做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因为呢 这些呢 呃 如果你说 呃 这一个的 江港民主共和国 那就不是法国的殖民地 就是比利时的殖民地 但是他们呢 就会呢 讲这些的 法文的 因为比利时呢 较早之前来说呢 就是 是讲法文为主导的 近几十年呢 就开始法文加 这个荷兰文和德文 都可以做官方语言 所以呢 其实呢 呃 这个江港民主共和党呢 都讲法文 所以呢 法国呢 想着巴结他的时候呢 又是衰口多 这个马克龙呢 其实去到别人非洲呢 他还要站高一级呢 就 если装弹高大 但是他其实就是天生矮 来的啊 就是那个人呢 心理不正常呀 走到去非洲呢 还要在 就是 belief 假象帮老爷子 都是争点 troll 所以是被人这样侮辱呀 但是问题呢 发现呢 就是发现很多核武 那些的 啊 他其实发现那个国家 七八成的电力呢 都是由 由黑眼帖的 他最主要有一個國家就是尼日 尼日耳,即是在香港翻譯 問題是因為當年利比亞在2011年發覺殺了卡達菲 原來利比亞國內有一種人叫做圖亞雷格人 圖亞雷格人替卡達菲做僱傭兵 替他護衛的國家 但被英國和法國整個國家拆散了之後 那些叫做圖亞雷格人 開始就走下去 詹德、尼日耳、馬里這裡變成了叛軍 他們這班人其實是由利比亞去做僱傭兵之後 然後就在薩拉沙漠走來走去 走去阿爾及利亞、馬里、尼日耳走來走去 但是後來這班人 因為其實人數不太多 如果你看這個圖亞雷格人 就是圖亞雷格人 所以他一直都在許想 在其中一個國家做了主導性力量 自建政府 但是最後都是失敗 但是法國佬幫這些國家做清剿的時候 經常都是玩養蔻自重的時候 最後現在整個非洲 開始產生了一種反法的情緒 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本來呢 有一些叫做非洲法郎 譬如說 我等一下 有一堆非洲國家 其實它的貨幣是被法國操控的 這裡有一大堆 但是最近聽到的情況就是 馬里 中間這個國家叫什麼 法爾索羅 叫做布吉立法索 這兩個國家已經將法軍驅逐了 然後呢 其實現在呢 炸德和尼日爾這些 有很多抗產的國家 都開始背叛法國的了 法國呢 其實呢 開始呢 是失去了 在非洲的影響力 就是說呢 很多在非洲的抗產 尤其是最重要的 有元素呢 法國沒有辦法 在非洲裏面炸取 真是可以說用賤價去買到這些天然資源的時候 法國人呢 基本上還是猛然不知 所以他們就在那裡暴動 示威 馬克龍是知道法國在非洲站不穩的時候 就叫人民你勤力一點啦 不要62歲他有你64歲他有你 行不行呢 那些人們說 我現在吃慣你 要我做多兩年事 其實法國是玩完了的了 來吧